Hello 大家好 我是桑普 歡迎來到桑普論迷 我們繼續講一些關於香港有關的新聞 大家都是昨晚開始都很關心這宗新聞 我在做這個節目的時候 我想他的點擊率已經破45萬 周庭在加拿大終於重新開回他的YouTube 也是2月26日在YouTube上載影片 距離上次的上載影片的時間 接近三年多 他在2020年11月上載已經是上一條YouTube的影片 內容仔當時在當期的將軍澳店唱當期主題曲 Miracle Shopping 當時還未被法庭定罪 時間超過三年 他再上載這個影片 我覺得現在完全是另一個世界 被定罪入獄 而且是長時期 在香港是一種被監視的狀態 深圳一日遊 去加拿大讀書 棄保 離開香港 這一段影片 在這麼多件事發生之後 他再講他出獄之後 在獄中的日子 我想現在的情況是相當好 大家都有關心他的情況 他一開始已經說過 他都當是YouTube的新手 那樣辦 因為他以前懂得很多做相片的方法 技巧 我都其實不懂很多東西 去剪走空白位 把密度增加 之後上字幕 中文 日文 之後也有一些字眼 第一泵出來 連結在上面 這些事情他都是玩得很好 我想他花了很長時間這樣做 根據他Fresh所說 他在漏夜整夜 整晚 即是做到早上 就繼續去做這個影片 所以我覺得他是相當認真去做 也感慨很多creators 很多創作者 其實都花了很多心力 去創作自己的影片 所以他說要做一個 真正網上的creator 一點都不容易 那麼 我就不會這麼花巧 我做事就沒有這麼花肖 但起碼他做這件事 我覺得很appreciate 也都符合他的年紀所做的事 那麼他是講述了自己 在2020年到21年 入獄服刑的經驗 包括在備懲教署 判定是甲級囚犯要單獨囚禁 俗清楚鐵甲威龍的囚車 稍後會講到這裡 分享獄中沉迷東野龜吾的小說 看過佐藤健的電視劇 在監獄的電視裡面 也都是沉迷的 很喜歡讀這個 東野龜吾的小說 多了二十幾本 也有看兩個H 一個哈利波特 就是Harry Potter 另一個就是Hunger Games 即是看完 他說小說可以令我沉迷 在幻想世界裡面 可以令我忘記現實世界痛苦 OK 我稍後講一講我自己的一些看法 跟大家講一講 整個二十三分二十八秒鐘的一套 一個影片 我總體的看法是甚麼 我先將光傳媒的這個地方 跟大家報導一下這宗新聞 也都加入了我看這段片 我的一些記憶 他透露在6月4日寄出的信 是離奇消失 這個是片尾的時候 講到這一點 不肯定是行政出錯 郵谷記失 或是涉及政治原因 即是我們會講到這一點 現在他的影片是超過四十五萬 觀看的 他透露 我在今回報到2019年8月 因為在警察總部外警總示威被捕 日年在11月23日被法庭定罪 2020年1.1.1.2.3被定罪 當時未判刑 他被還押在大濫女情教所 他说那时候刚刚开始监狱生活 当然是非常之不惯 每天都是以泪洗面 童年在12月12号 12月2号 就被法庭判监10个月 就是他生日 他生日是12月3号 之前那天 就是12月2号 被法庭判监10个月 接着立刻送到 落湖懲教所服营 大家知道 在大浪女懲教所的时候 是叫做抛紧 监狱述语 抛紧的意思就是说 在收押所里面 未判罪 可以订私饭 私饭大家知道是私人的私 什么是私饭呢 我们也说过了 就是可以 透过懲教署 去订一些指定的 某几间某两间茶餐厅的 饭和饭去吃 接着家人 天天可以探访 亦都可以这样说 他的情况 会比较好一些 但是呢 一旦入到去 这个 拍正 就是坐正式的监 就是落湖懲教所服营的时候 就没有这种东西了 那就不可以 有私饭 要吃懲教薯比的饭菜 一开始的时候 他学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洗衣服 不是学的 要洗衣服 洗衣服 就要在落湖懲教所 搓那些 犯人的衣领的污漬 唇膏 印架 什么印 全部都要搓 这些是他负责的项目 当然他也是负责 把干净的衣服 将它准备好 这个就是他片里面说过的 OK 那么 就是 周庭就说 在落湖刑满 未满一个月 十二月底 某日 吃完早餐之后 即下旬的某日 吃完早餐之后 突然之间 个个列队 翻回自己的仓 但是呢 他被一个拯救人 叫着 叫他见长官 叫阿sir 不要叫阿sir 叫掌官 掌官通知他 他呢 即不知什么 他都害怕的 不知是什么犯 什么错 要什么水饭房 不知什么事 谁知道呢 通知他 他成为了 甲级囚犯 Category A Cat A 简称甲级囚犯 Cat A 里面呢 他就不可以在这个 大浪 就不可以在罗湾旅程教所 转去大浪旅程教所 去复营 立即即日 收拾东西 走 那当时香港 刚刚爆发疫情 周庭改到大浪的时候呢 在单独隔离下呢 是过了两天 起码 12月31日 和1月1日 是完全单独囚的 过年过日 要自己在监狱过 真的很寂寞的 那这个是 寂寞的 OK 我们有自由去选择 寂寞 但他这个寂寞 不是自由选择的 是被人家囚禁的 成为 甲级囚犯之后呢 周庭是要单独囚禁 所坐的囚车 就称为铁甲威龙 那他呢 也都很重点 讲到这部铁甲威龙呢 他是相当害怕 就算他有病 都不是那么敢去看医生的 因为呢 每一次都要搭这个铁甲威龙 铁甲威龙是什么意思呢 即是普通的囚车 即是好像一个校巴 车车那样 没问题 但铁甲威龙是专门 是找一些CAT-A 甲级囚犯用的一些囚车 里面是一格格的 他就说呢 形容呢 你可以想像一个 以前的电话亭 这么小的空间 里面有一张椅子 然后座位很窄 很焗 然后你进去那个箱里面 这个铁甲威龙一格格的箱 你坐下 那个人就会关上了门 那后面呢 有一叶 即是有一线的窗 那又是蹬蹬蹬蹬蹬蹬 喂 你不暈车浪志其 又焗又窄 而暈车浪和人偶 令他有一种 幽闭恐惧症的感觉 他第一次坐完之后 很抗拒 甚至不想坐囚车 他出去求医 他说你可以想像 好窄电话亭里面 有一张椅子 当你坐上椅子之后 拯救人员 就会把电话亭的门锁了 OK 那另外他都说到呢 浴中被通知 要求去见这个国安警察 每次他最害怕的 他都说过 他不是害怕懲教 不是害怕监狱 不是害怕这些 这样的做的工作 OK 他在罗湖道的车衣 罗湖做的就是洗衣 就是专门是擦污漆 和把干净的衣服折叠 去到大浪之后 真的拍正 做了CatA 夹级囚犯之后 他就不像以前那样 以前十个人 在一个房间 互相又说又笑 又开心又不开心的时刻 很正常 大家有帮新的朋友 但去到这个大浪旅程教所 即是到12月尾 搬进去之后 连续坐了差不多半年时间 就在大浪旅程教所坐的 而坐这个期间 他会感觉到是孤单的 这是为什么呢 第一 CatA是重犯 就是 不要说杀人放火 就是判终身监禁 和相当长刑罚的人在里面 其实你不要以为 他们个个都是 一定是恶人 不是 很正常 有讲有笑 和正常是一样 你拿出个心 和他们交往 绝对是OK的 那他这个大浪 因为我们讲赤柱监狱 讲很多 是男性的囚犯 而今次 终于有人现身说法 讲开一个女性的监狱 即是女程教所是怎么样 是相当难得的 我希望 我帮助吴敏儀 胡依依等等 人出来的时候 都可以现身说法 讲讲他自己的监狱 是怎样 OK 他自己的囚禁情况 是怎样 他讲到 他最害怕的就是国安 他不是害怕这个 懲教 那他怎样说呢 怎样说好呢 一旦有国安迷 那就 哇 害怕了 因为你知道周庭有两宗案 一宗就是他在判刑的 这一宗案 就是所谓的 煽动 未经批准集结 那类的东西 OK 这一宗 另一宗就是国安 但是呢 一直未起诉 拘捕 而不起诉 一直吊着他 他都不记得国安迷过几多次 去到大浪旅程交所 和他见面 他只是记得呢 就是这段期间呢 他是相当 就是 憂慮 因为每次来 是否等于告我呢 你是否来 想和我说 起诉书在这儿 告你 那 其实没有 最后国安 他说给他知道的是什么呢 签一份文件 签一份 扣留旅游证件通知书 每三个月签一次 他第一次 他写 即是 写一篇文章的时候 IG 写一篇文章的时候 已经说过这一点了 他都很害怕 这个最大的阴影 从来不是坐牢 或者承教爷国安 那时候没有想到 这份通知书 会成为只有三年的噩梦 那这三年的噩梦呢 不断 每半年 每三个月左右 就不断 以他不断重复 这些什么 那在囚的日子呢 周庭当然 没有那么可爱的 还纳套陪伴他 他有什么呢 日本男明星 佐藤健主演的日劇 半边蓝天 他都是看ViuTV 他没有看ViuTV 看J2 我很认真听他说话 J2里面 有这个半边蓝天 这个佐藤健的一个 入剧 另外他都沉迷看 冬夜归吾的小说 他说小说可以令他沉迷 在幻想的世界里面 可以令他忘记 现实世界的痛苦 其实看冬夜归吾的小说 是挺痛苦的 OK 我自己都看了很多本 就是无独有偶 我自己喜欢看小说的 看书的 尤其是在偵探小说 Tamtear 就是偵探小说 推理小说 什么本甲派 社会派那些 可以这样去看 可以这样去看 那 大家知道 日本 我拆开说一句 日本 写这些小说的 近代 比较出色的 就是 一些偵探小说的 丑佳苗 冬夜归吾 冬夜归吾 寫得很好 那你说之前那一代 也有很多 寫很出色的作品 有一个是重本清章 什么点语线的那些 看到你真是不得了 而且里面的东西寫得很好 另外一位 我觉得非推理小说的 一个小说作家 山奇峰子 寫得很好 山奇峰子 重本清章 我觉得是 top tier的 去到这个时代 我想是 我出来做事之后 冬夜归吾小说 就是相当出名 里面讲到很多的一些故事 有时候都挺可怕的 即是 幻灭 是吧 即是 如何去复仇 其实这些东西 我不知道 即是 在糟失里面 的这个 周庭会有什么看法 他说 小说可以令他沉迷 在幻想世界里面 可以令他忘记 现实世界的痛苦 有时看完一本小说 回来现实世界 见到自己被四面墙围住 坐在一张硬板床上 都真的会有一种很落幕 或者很不开心的感觉 这个就是他的看法 我觉得是 很真实的一种感情 即是我相信是 你没有这些小说 你和小说 看文字的时候 就是和外面的世界交流着 和自己心灵的世界在交流着 而这一点 是周庭在 獄中的一种 相当重要的寄托 周庭每日写信 记录獄中的生活 草齐几张信纸才再寄出 但唯独 6月4日寄出的信件 朋友无法收到 信中没有政治或任何敏感内容 不知道行政出错 由政局寄失 因为有政治原因 他说信件是在囚人士的心血 就是他自己的心血 或者写个字 资源有限 那些纸要回答 一粒过几出 可能一次过有几天的信 都放在里面 邮票都要善用 你要做工才能赚到公分 可以换到邮票 换到纸的 所有的事不是 take it for granted 所以他做到这件事 6月4日的信件 为什么朋友没有收到呢 回答一回答 有6.1 6.2 6.3 有6.5 但没有6.4 为什么没有呢 那封信其实都讲得很 稀松平常的东西 都是讲他自己监狱里面看的书 看的电视 完全和政治无关 完全不知道 为什么会这封信 没抽起 那当然不是由国技术 肯定是 有6月4日 这些敏感字 全部抽起 就好像 中国共产党那些网上審查 6月4日全部抽起 那这个我想是主要原因 你问 政府一定不会回应这些事情 摆明是这样的了 霸王硬上弓 那周庭都呼吁 观众不要论识自己的文字 写信 多多写信 给在囚人士 可以令他们多些心灵的位置 可以多多的力量 黎智英如是 各位都如是 回顾复迎的日子 周庭分享育中做过不同的工作 包括接信封 即是一开始的时候 在罗湖的时候 接信封 也都要洗衣 之后 之后 去到这个大南程教所的时候 就有一次要车衣 他说小时候 不是小过的 他现在都是小过的 他中学的时期 学过嘉靖科 就学过要车衣 大家忘记了 这次重新学 跟师傅 在程教署里面 有个人 专门教他的 先教你剪线头 之后教你车衣 他说 终于重新要懂得学车衣 他说我车得最多的 就是在囚人士的穗 他就说 因为他的结构最简单 最容易车 他补充多一句 就是说 大家猜不猜到 那些褲是什么颜色的呢 原来是粉红色的 还有花花在上面的 就是有长虎兔仔 有花花在上面 所以这件事都挺特别 他说 肉中的午餐 他有这样讲的 他讲得挺详细的 这个报道 比较没那么详细 他说 他有早午晚餐 早餐就是吃饭的 午餐就是吃粥和面包 晚餐就是饭 饭完之后 吃完之后 有面包牛奶 他说 早餐晚餐 基本上都没什么大问题 吃得饱的 午餐呢 面包都可以 有果汁 或者其他东西 都不是大问题 而那碗粥 粥呢 就是呢 一半是咸粥 一半是甜粥 咸粥 有些什么 微豆粥 黄豆粥 褚粥白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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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没什么料的 你不要想着有肉 不是艇仔粥 豬虹粥 不是这些东西 不是皮蛋兽肉粥 什么都没有的 就是这些了 OK 那是粥的 OK 那你说 早餐 他可能会 偶尽这些肉丸 免治牛肉丸 那些 QK 这些已经很好的了 是不是 就是 再不是 就是 给你少少肉 算数 OK 那他当时不吃牛肉 所以他免牛餐 因为他对牛肉有敏感 所以他当时不吃牛肉 你要在一开始入策的时候 要减定 四种餐 中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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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素餐 素食 中餐一种 就是分 中餐素 西餐 和印度餐 减定了 基本上不能改的 那你可以给監獄知道 你有什么敏感 Energies 如果有敏感的 你可以有些地方不给你 或者你有技巧 譬如你不吃牛肉 那就不要牛肉 OK 你可以减 可以减 你减定了之后 就这么多个月 全部 就是这么多年 都是吃冬餐的 没得转跑道的 今天想吃中 明天想吃西 人家理你也多了 没有这些东西 OK 那当然 善食 是不是真的那么差呢 他就觉得 不是真的差得那么重要 OK 不是就是他 他相中那么重要 但是他说明了 他这个情况 第一 时间上面 他在2021年 2020-2021年 这段期间 不能够代表现况 说这些很有技巧的 因为他不想说 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 这样的情况会导致到 现在 在冊里面 在监狱里面的人 受更大的煎熬 因为 我可以告诉大家 宣 Stellen 情教主 那样的 国安的人 每日照顾我们的 这个本子 每天照顾周庭 或者杰斯 这些本子 包括我这些本子 看你有没有 爆一些监狱的黑幕 黑肉断长光 如果你有爆 哦 哪个爆 涉及哪个 有懲教受害監獄 誰爆的一定找他水飯房 跟著裡面的所有規矩收緊 我覺得周庭整段片 其實是淡淡的透露出他的一些知悟 但他不是具體指明說 喂!你這個監獄的對我虐待我 你對他們囚犯不光 你不給他一些東西 沒有這些東西 可能有 但他沒有說 或者根本就沒有 我不想猜測 但有一點就是 他很將這些東西磨平這些靈角 即是這些靈角磨平才出來說話 這個是必要的 否則會對很多人有受傷害 第一 2020到2021年未必等於現況 第二 2021年他在大覽懲教所遇到的情況 和各個監獄 遇到的情況不一樣 善食的質素都不一樣 即是好像在赤柱監獄 是否等於我食沒有大覽懲教所那麽好呢 我看上去好像這樣 那你說是否等於說 我就是變相批評其他東西 沒有這麽意思 即是大覽懲教所他從來沒有批評過 他好像食屎那樣的 沒有這麽說法 周庭講的那一點就是 他吃那碗粥 他只是覺得他敏感 因為咸粥不咸 OK 淡而無味 都算鬼數 甜粥才是問題 紅豆粥不是大問題 綠豆粥才是大問題 那通常你都吃完飯 才吃綠豆沙 那我沒有問題 不是很削的 本人都有同樣的情況 即是如果你說 他突然之間捧一碗綠豆 可能會胃脹 痛 胃酸 開始激 那這些東西 就不可以這樣做 那他小時候不知道 即是二十幾歲 不知道 那他吃 即是他只是給你一碗綠豆粥 給你 一碗給你 就吃 沒有餐前的其他東西 噢今天就大劑了 那你這碗綠豆粥的話 那你可以吃下去的話 可以痛 因為開始以為自己腸胃有問題 或者自己其他的器官有問題 但是發覺都是綠豆沙的問題 綠豆粥的問題 所以我就說 這件事呢 他提醒就是 我吃都有問題 不止我一個問題 和其他人都有類似的問題 希望這一點呢 有改善 起碼有不同的想法 那這些呢 我覺得起碼 你不是點出一個 懲教處官員 故意折磨你 是給了一半東西給你吃 哎呀 竟然你會吃到有過敏 哎呀 竟然你會吃到有胃痛 吃到不舒服 你會吃到虛 吃到虛 因為會虛的 因為綠豆比較寒 就是中醫所說的 所以他會虛的 所以這一點呢 他都講出這一點 就是說 這些東西是他會比較卡一些的 但他有沒有批評說 懲教處的人虐待他 我再講多次 周庭講過 懲教監獄都不及國安可怕 他真正的煎熬是國安期間 即是出獄之後的期間 先在煎熬 而之後他會拍片 繼續講他續集 即是出獄之後的情況 所以大家要密切關注 周庭在影片結尾 有慨嘆 現在坐在鏡頭面前 和大家分享自己的事 這個自由是得來不易 他預告會繼續拍片 分享生活趣事 和對不同的事物的看法 但他提到 因為安全考慮 主要在家中拍攝影片 未必會在街頭拍攝 OK 所以大家 希望大家 都要明白這一點 才是重要的 當然 當然我們看到他的情況 都很OK 因為我看到一個禮拜前 我覺得挺心寒 因為我看Flex 他裏面寫一段 就是說 他自己做一個夢 他夢見自己的家 在觀塘 其實他的家 當然當時的家 在大埔 他不是觀塘 他在觀塘 他在觀塘裡住 不知為什麼他在觀塘裡住 有個建制派的一些人事 和議員跟他說 周庭 小心一點 小美國安跟著你 接著沒多久 真的走路 被國安跟著 一邊跟著 一邊快步 去到家裡 一進門口 一進升 國安已經空神 在外面 還拿著武器 接著 他醒了 即是這種事情 無時無刻 有些惡夢 會纏繞著 要度過這段PTSD的日子 是需要時間 需要人的關懷 還有需要 有情 情 情 有情 或者親情 或者愛情 的一些幫助 尤其是有情很重要 尤其是大家對他的支持很重要 所以我希望大家對於 周庭能留多多關心 他當然不是現在 在一個被囚禁的狀態 但是呢 他是一個相當重要的見證人 因為他要做一個見證 要做一個見證 這個見證就是他在監獄裡面 所受到的很多東西 有些事情 我相信他有些事情 沒有講得滿 沒有講得盡 是為了監獄人士的福祉 而去做 而他說的話 完全是欺負到好處 掌握分寸 另一方面 我們看到 還有獄中的 譬如 知鋒 譬如 戴耀廷 譬如 何俊仁 李卓仁 周幸彤 周幸彤 周幸彤又一套 幸彤在監獄的紀錄片 3月中就會在台灣放映 我都希望這套電影 將來有機會和大家再分享 另外還有很多很多社出人 講這麼多的 毛依依 Carol 吳敏儀 一路去到 尹兆堅 高魯 林卓廷 一路去到很多 楊鶴橋 飛機師 很多人 我這樣無法 進入一個個名字 讀出來給大家聽 但我只是說 這些人 在我生命中 是佔有重量的 我在這一百時期 很多時候 和他們一起 拍檔做過節目 訪問過他們 電話訪問 實體訪問 實際訪問也有 我會希望他們能夠 平安 我這個地方 好像又這樣 可以講自己想 喜歡做的事 喜歡講的事 周庭會繼續 被這個 國安處通緝 終生追捕 大理越追捕 他越 繼續 堅持自己做的事 這個是有勇氣的 你想想 在俄羅斯 有個叫 納瓦爾尼 納瓦尼 Alexis 納瓦尼 被人這樣 殺害 在北極 極寒 苦狼之地 北極狼的地方 被人 好像為一拳打死 射米 好了 打死他 我不希望這些事 在香港發生 是不是 但離開的人 就包括 他的 一對子女 和 他的 夫人 納瓦尼亞 他在外面 亦都在美國 道好 這樣把這個故事說清楚 這件事是重要的 你說他會不會 膽怯呢 不會 會繼續 說真話 行公義好聯盟 這種勇氣很重要 我最近看到 例如李老師 不是李老師 在Twitter發文 就說 如果你跟我做粉絲 被人調查 請你退群 當然 李老師 是保障 那些粉絲 所說的 絕對無可厚非 但我就說 每一個人 有自己衡量 自己風險的情況 但我只是說 勇敢 軟懦弱 是你要做的抉擇 同樣的 去到二十三條之後 去收睇我 或者其他人 的一些 影片 是需要一些勇氣的 OK 你說收睇 是不是需要勇氣 真的需要一些勇氣 我就說 盡力而為 是不是 無論我的 view數有多少都好 我都希望 我都繼續做 這件事 我未必做得這麼密 因為未來 我希望寫多些文章 但我希望大家 多些捧場 分享給 真是想看這些東西的人 去看 comment like share 支持 用patreon 每個月 付費支持我 看完整段片 看完廣告 還有令我 superfans function支持我 希望大家 都是 再接再來 繼續努力 最近 在美國 買了這隻 華納套 希望跟大家見面 希望大家 身體健康 新年快樂 也要祝福 Agnes 繼續在美國 繼續 繼續說話 這個很重要 好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